然後我們要去台中潛力方上我們的AIDA 2 然後第三堂課我也安排在潛力方 第四堂課也在潛力方 也不知道自己的成效怎麼樣 其實應該要去 如果說有幾乎要去海邊 可以自己潛下去試試看 希望這一集 最後一集 就不要再有下一次 那今天這一堂會有一個救援 對 很重要的救援 跟下潛16名的考試 我們這個社團裡面也有非常多幹話 我昨天要說我們要去16名考試 說有教練在不用怕 對 就沖下去就對了 對 反正你怎麼樣的教練會救你 不會死 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想著單程的車票就可以了 只要想著16名 不要想著回來 懂嗎 你可以到16名的時候逆死 然後不是逆死 嗆到 然後教練把你救上來 意思就是這樣 可是這樣也不會過 那幹嘛跟我建議建議這樣 16名大概就是五層樓的高度 欸你自己想像從五樓到一樓 靠下來都要很久耶 而且你還要上樓耶 這樣下去上來16名結束才有考過耶 我等到我 我跟我某社團的人就說 我今天16名就不要平壓了 直接這樣 直接到16名 然後耳朵就會 耳朵讓他倒炸 倒炸 再起來看醫生 這樣 會好嗎 不會啊 不會好 會有壓永久性的傷害是不是 你就不能沈睡 真的假的 不會 醫生不會處理嗎 像斷你的路吧 哈哈 但是我們平常在練習平壓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很認真耶 睡覺的時候 不要洗 用過一半的半退水 我就跪在地上這樣 開始不壓耶 反死鼻子都捏壞 對啊 剛剛我平時最近很接你有沒有 都是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平壓耶 如果 一定要過啦 黃天不復服 平壓 我要炒炸菜 因為很醬我覺得很辣 所以我比較喜歡吃的 你最喜歡吃這個 對啊 按鈕 這個可以看 哦 磁菜 那也可以 這個 超級真不錯耶 我們這小菜吃肉 好像很好 那你家那個就要吃掉 對 來 來加這個 鍋 然後翻走 欸 好吃叫做basta 是不是 ba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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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要加水嗎 嗯 因為我們底部有先鋪高麗菜 所以 他如果要加菜 起司 對 煎餅 這會好吃耶 那你甘心的行車 那這很貴耶 一點點味等一下要 閉氣裝空氣用的 沒有我還要留一點點味啦 好我們先去前地方 我們要挑戰一下起司 今天這樣會有一個重點 第一個呢 就是你務必有辦法 直下腳上 大家趴到十次 因為兩回兩五 以下一次 那麼你們都 大致上都要趴緊 第一個就是你 一定要進出 一定要 那個 定的程度 第二個就是 因為 在 沿線上吸 最後一階 吸馬型 那 你要吸 左右 可以 好 那 再不然緊張 對 緊張我們會習慣 吸的就是 就是 全身肌肉會緊膨 所以你沒有什麼 一定最後要不要採揭 那麼多的氣味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的踢蛙鞋 一定要 有力 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有力 因為有些人會沒力 好 那包含的就是說 它可能就是 怕怕的啊 不太大方的啊 然後或者是說 它就是 踩腳踏車啊 它那個 避道的四方 就 那第三個就是 你的身體的姿勢要 正確 不然你都會擋轉 S7 或者那種繩子轉 就是多走 人家說多走 你都會就是茂固 就是這樣 移動式的公司 就是你在行進當中 然後蹲下去 OK 好 那只是 你要蹲下去的時候 你的手一定要先 指向你要去的很滴滴 兩隻手 插在水底下 指向你要去的很滴滴 第二個動作就是 你屁股的力量 屁股只要抬前 上半身放軟 把上半身放軟 很重要 就是 上半身放軟 你就會有一個前滾翻 的地方下去 下去之後 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記得要滑手 好 有些人要滑一下 有些人要滑兩下 為什麼呢 你要把身體拉下去 用滑的方式 把身體拉下去 然後之後再開始滴滑起 好 如果你少了滑手的動作的話 你就必須要在水面 把腳抬起來 老實講 也是有的這麼做 可是 你就需要有 比較大的 步驟的運動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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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